恩尔伯切七岁一个专注的我们这个这个七学专注的定解暴动论 这个定解暴动论呢就中共分那个七个问题 阿萨巴萨纳德 就然后就是恩尔伯切就是包括这个路个字 就是以路个字来宣说这个七个问题 然后现在我们讲那个第五个问题 第五个问题当中呢就是说灵异地和世俗地就是哪一个重要 我们这个学中观的时候呢 就是前面也讲了这个二地之间的分类 二地之间的这个差别 然后呢就是二地的作用 这些呢就是应该就是值得明白 如果你把这个二地的这种分类不懂的话呢 就是不管是这个学校成的俱始论 然后这个大臣的维师宗或者是那个中观 甚至这个无上迷法的这个道理呢 就是也非常难以这个分清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如果以二地的方式来 以二地的量来没有这个借责万法的话呢 万法呢就是它有一个假的相和这个正的相 本相上是一样的 但是呢就是我们在众生人识角度来说的话 它有一个真相和假相 所以呢你如果不认识这个生意地和世俗地的观察方法的话呢 它的这个真相和假相呢就是很容易这个混缩 因此呢我想那个现在很多这个问世的人呢没有这个上师的这个传承 不管是这个国为过来还是这个很多地方呢 就很多这个尤其在这个佛教的一些大学佛教的一些这个 什么这个佛学院呢 实际上是他们这个有些研究方面真的有一点这个 我自己感觉呢就是没有这个藏传佛教那样这个殊胜 就是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这个中国就是台湾 甚至台湾的话呢就是他们这个真正这个将近所法的话呢 就是除了这个极少数的这个道场以外就是非常这个少 因此我想呢就是大家在这个学藏传佛教的这个同时呢 一定要明白这个二地就是二地这个 包括我们在座的人当中也是有些人这个刚新来的 就这些人这个不动二地之间的差别的话呢 我们这里很多常众的已经问世很多年了 就是像这个中轮啊这个入中轮啊这个四百轮啊 当当就是很多中官方面的这些名词呢 就是应该是动的 应该呢就是这个对佛像这个提出一些问题啊 或者是自己不动的地方呢 就是给一些金刚大佑和堪布堪布面前这个问 因为我们这个经常呢就是 我们这个极客堪布在这里给大家这个宣讲的话呢 也有很大的这个困难 就是每一个这个疑问和每一个难题啊 给你解答的话呢也有一些这个困难 因此呢我想要这个大家应该这个中官方面呢 就是应该搞懂那个深一地和实书地 如果你对这个深一地和实书地呢 就是真正是这个理解的话呢 就是对佛陀也是很容易这个盛起信心 就是佛陀的这种判断方式 跟这个现代人的这个研究方式呢 完全都是不同的 但是我们这个如果有智慧的人 越来越问世的话呢 佛陀的这个智慧呢 就一定会是就是对你这个有利的 不但有利的 自己呢就是也不会这个生起厌烦心 我像我们这个在座的很多大学生 也是在这个在外面呢 就是以前这个你去世间修世间法的时候呢 就是很多这个学问呢 就是对你来说是就不太这个不太这个满意 就好像这个就是动也不好动 有时候动动呢也没有什么很大的这个价值 而且呢就是他的这种这个分析方法呢 就往往的我们觉得是有很多的这个弊品 就是有这种这个看法 但是这个佛陀佛陀的这个所传授的这个二地法门的话呢 就是应该那个就是不会有这种这个啊 就是过患 就是因此 首先呢就是这个二地之间的差别 就是非常的这个重要 如果你二地之间的差别分析清楚的话呢 佛教的很多境界也是很难以辨别 佛教方面的很多这个因果和空性之间的差别呢 也非常这个难以辨别 在哪些情况下万法都是空性的 在哪些情况下呢 就是万法都是这个现现 显现的意思是什么 空现的意思是什么 那么这些道理 我想我们应该是更需要明白 下面呢就是讲那个 就是讲那个什么 就是讲那个继续讲第二地 这个方面的这个观察 那么这里呢就是按理这个自动的时候呢 就是讲这个中管的这个现空 现空二地的这个分析方法 与这个弥宗的这个金党 金党这个二地也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这样的这种分析方法 就是昨天我们前面呢已经讲了 这个什么是这个现现与空性 什么那个在什么情况下呢 就是把这个现现和空性 就是融合双云 在什么情况下呢 就是这个现现和这个空性呢 就是不能这个双云 就是这个问题呢 就是前面就是也简单的介绍了 今天呢就是将这个显检世相之地 皆不多任何一变故 正确观察智慧前现现空性次二者 由于物有君同等 徐一体一本体 一反体啊 就是分的是这样的 他这里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 这个修行人呢 就是首先已经见到了这个事相 就是然后见到这个事相呢 就是他同时获得一种这个定解 那么这见到事相 就是然后就是获得定解 这样的定解智慧面前的话呢 他根本不会这个多任何一个变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事相呢 大家应该清楚吧 这个事相呢 就是有明眼上的这个事相 和这个深一地方面的事相 明眼上的事相呢 就是任何一个法的 他的这个实际的这种奔向 也就是说 比如说祸的话呢 祸的这个热心呢 就是他的一种这个事相 他的这个法相和事相呢 基本上是相同的 然后这个深一当中的事相的话呢 利益且息怒相控送云呢 就是这个深一地的事相 那这里这个显检的事的呢 值得呢 就是这个显检了这个深一的 相控送云的这个事相 那么见到了先控送云的 这个事相的智慧 或者在事相的这个定解面前呢 就是不会就是多于任何一个变 比如说这个线呢 就是你只认为啥 这个线线 线线是永远也不空的 这个如来当的线线呢 就是常有不变的东西 这样这个像的话呢 就是这也是多如一个长变 就是他不会这个多如这种长变 然后你认为是 这个一切万法呢 就是借空性的 什么都是不存在的 就是那么这样认为的话 这也是以这个多如这个短变 就是是空的变 但是呢你这个真正是见到万法奔向的 这个这样的定解面前的话 因为这个万法的事相呢 并不是它是多如一个变 也并不是多如第二个变的 不是这样的 实际上呢就是它是 只不过是我们言语和 这个思维呢 就是无法表达而已 实际上它的这个系论呢 就是这个欲发解 利益切系论 就是这就是从它的公方面来讲 利益切系论的 然后从光明方面来讲是这个 它是这个光明 就是自然自明 就是人云自成 就是这就是它的这个奔向 但是呢 我们这个如果没有理解它的话呢 你这个啊 就是多如一个空的变 多如一个现象的变的话呢 说明就是这种这个见解是不合理的 嗯 先这样的定解面前吧 就刚才那个真正的先念见到 就是先念见到大家都知道 不是冰凉 冰凉的话呢 我们这个心里面 大概是可能是这样吧 就是有一种概念 就是互相在自己的脑海里面的话 这叫做是一种这个中相 这个见到了一种中相 但先念见到的话它的自想 隐蔽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就是隐蔽当中先念见到的话 必须要这个实物的自想 就是要见到的 然后并念见到的话呢 就是这个实物的重相 就是出现在这个脑海里面 就是所以我们这个 一旦我们通过修行 真正见到了这个万法的这个本性 就是这个时候呢 就是它就参生于一种这个定解 或者是智慧 在这种智慧面前呢 根本不会堕入任何变啊 就是根本不会堕入任何变 正确观察智慧前 显显空性次二者 有与无均同能 虚一提一反提 那么就是真正这个正确的观察 就是我们这个观察的方法呢 就是正确的观察 和不正确的观察 非常多的 你依靠这个中观的这种 真正的这个道理 或者是密宗的这个观察的方式 这个有很多的推理吧 就是依靠这些推理呢 就是正确的去观察 观察以后呢 就是最后获得了一种 这个前面所讲的一样的 就是真正这个先见 先念见到了一切万法 本相的一种智慧 在这样的这个智慧面前的话呢 这个显现和空性 这两者吧 就是我们这个名言当中 就是一切万法的 这个显现不灭合 然后这个真意当中呢 就是一切万法 皆为这个空性的 那么这二个这个本体呢 实际上是这个有和物呢 就是全部是这个同能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名言当中 这个所见到的 这些这个显现的话呢 实际上它的本体 就是这个空性的 然后这个实际上所谓的这个空性呢 就是我们现在名言当中 这个所见到的这些法 除了这个以外呢 就是就是以前呢 不是这个有些宗派呢 就是认为是这个 如来藏的这个光明不放呢 就是放在这里 然后呢 这个第二传法论里面 所讲到的这个空性部分 然后这两个呢 就是合在一起的话 那这个是肯定是现在不合理的 就是这个先公双运呢 就像是这个错孙子一样的 就是这种这个先公双运 在这里呢 就是不合理的 因此呢 就是通过这个随约的这个观察方式 来了知一切办法呢 就是实际上是这个先上体是空性的 空性体是现现的 或者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 在这个先上上面的话呢 就是现在这个 一切这个与空这个平等的 就是这个空存在的话呢 这个先上也是存在的 这个先上存在的话呢 就是空也是存在的 我们认为这个先上是存在的 空是不存在的 存在和不存在两个双运 就这也是这个非常矛盾的 诸子跟那个圣女的儿子这个双运 或者呢 就是诸子跟兔教这个双运 那这是不可能的 这个事情呢 就是一个有的东西和无的东西 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就是稍微这个学过一些中观 卢论和这个乳中 呃这个呃 就是澄清宝珠论的这个智慧 就智慧 这个智慧品里面的这个颂词 也是就是就是已经这个说明了这个问题 因此呢 他这里讲 正确的观察智慧面前呢 现现空性呢 就是实际上是有和无呢 就是全部是这个通论的 就是有的话是两个度有 没有的话呢 就是两个度没有 所以呢 我们这个现现和空性呢 就是一体一万体 就是一体呢 就是从本质上是这个一体的 就是它是这个 所以和这个 所以的本性一样的 就是是没有什么这个可分割的 就是没有什么分的 但是在我们这个理解方面 我们这个理解和人世方面的话呢 就是它有这个不同的 这个有现现的一部分 和这个空性的一部分 比如说 我这个现在这个 凡夫人的这个眼睛呢 就是看见这个柱子的现现 就是这就是我这个 现在就是所看见的 然后通过这个中观的道理呢 我观察了之后呢 就是这个柱子的空性呢 一定也是不成立 就是它已经现现就是空性 就是现现空性的话呢 实际上是 这也是它的这个空性的一部分 就像我们这个祸和祸呢 就是它有这个 这个燃烧的这个部分 就是然后它也有这个 一种这个 什么就是这个颜色 这个红色的这种颜色部分 实际上呢 这个红色呢 就是我们这个眼睛 这个所看见的 就是这就是从那个小乘里面讲的话呢 就是它的这个处不同 比如说我们这个处呢 就是根呢 就是有五根 五根里面的这个眼根 所看见的呢 就是获得这个红色 就是它的颜色这部分呢 就是身体不能这个接触的 应该是从眼睛来就知道的 然后就是这个获得那个吃热 这个会在燃烧的这种感觉的话呢 就是从通过这个身体来 这个感觉到的 所以呢 就是我们这个 颜这个碧色色呢 就是它有不同的 所以这个火呢 就是它有不同的两个特点呢 就是它这个 所得出来的这种 这个 这个参生的这个意识呢 就是也有两种 就是一个呢 就是吃热的这种感觉 一个呢 就是珠子红色的这种 这个眼神 就是参生两种 但是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这个 珠子奔提桑的话呢 实际上是 它的这个颜色和这个这些呢 全部是它的特点 就是它的这个 所处的特点 只不过我们反复说呢 就是现在这个 我们的这个路根师呢 就是分开的 路根师呢 就是我看见这个色的时候呢 就是在这个色的颜色当中 是根本没有这个所处 我到了第一地菩萨遗上的时候呢 眼睛也可以看见那个色法 也可以听到这个声音 也可以这个 感觉到就是它的这个所处 就是这就是我们这个 一地菩萨遗上的功德 这个所 所这个得到的 因此呢 在这个食物的奔提上 大家应该知道 这个现象和空性也可以说 或者这个生意地和思数地也可以说 生意地和思数地 现象和空性呢 就是一本体 就是奔提上是应该是遗止的 这个空性和现象呢 奔提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但是我们这个 昨天前面也讲了 就是这个现象和空性呢 就是我们这个可以这个暂时呢 就是分开人识啊 就是分开人识 分开宣说 分开理解 这些都是这个合理的 凡夫人的话呢 就是现的时候不是空性 空的时候不是现象 然后我们这个稍微有一些 这个通过这个观察 或者自己提念 人是这个空性的道理的话呢 啊这个现象的时候 也是实际上是空性的 就是他呢 稍微就是接近这方面的 比如说看见岁月的时候呢 他对这个岁月不会生起碳性 就是这个岁月呢 实际上是真正的 这个不会存在的 这不过是现象也 但是呢 从来不知道的这个 呃这个什么山土的话呢 就看见水雨的时候 也是他不是这个 跳下去了吧 就是啊 这个月亮已经落在 那个水里面呢 就是我们这个很多山土 就是到地下去 把这个月亮拉上来 就是所以任何这个山土 比起来的话呢 我们认为就是 早已有点知道 就是这个是这个现象 所以不会对他生弹性的 然后呢 就像我们那个 那成亲暴主人当中 也是专门有这种 一个辩论吧 就是就像那个 这个花花式的话呢 他自己所缓变出来的 这个美女呢 虽然就是他对他生一点惨性 但是呢 根本不会对他这个 呃比如说像成家啊 就是当的做不尽心呢 这些这个贪念呢 就是根本不会有的 因为他呢 就是进一步的 人生了一点 同样的道理 我们这个 对这个现空双云的 这个意义呢 早晚有所 这个理解的时候呢 就是不会这个 非常的参战 而且这个现和空呢 基本上是就是 同时就是 与他的这个形象当中 就是稍微冷战的起来 但是呢 真的像一定不算 那样的境界呢 现在我们只有 这个轮返的方式 来这个理解 就是现空的这个道理呢 应该这个轮返的方式 来理解 因此我们在这里呢 就是大家应该 这个非常这个 关键的问题 就是昨天我讲了 就是什么时候 我们这个二帝双云的话呢 就是那么这个 荣誓班子达不是这样的话 就是什么 如果就是你证悟了 这个二帝这个乌尔 二帝乌尔的话呢 就是那可以这个 趋入这个诱法和法性 就是乌尔 这个时候呢 就是可以这个 你注意安住 大远的这个见解 就是这也是可以说 所以这个显宗当中来 就是二帝乌尔呢 就是是这个 中管的一种这个见解 然后一种当中的话呢 就是根据荣誓班子达的观点的话呢 也可以称之为 荣誓班子达是非常了不起啊 阿迪侠尊在来到那个藏地的时候 当时荣誓班子达非常这个笑 然后阿迪侠呢 就是他就拉到那个树立 就是拉到树立 当时可能是还没有这个意思吧 就是这个时候呢 就是那个荣誓班子达 是开始给阿迪侠尊在这个辩论 就是所以你们把 就是这些历史呢 就是我们那个亲世里面 就是有的 就是这个藏着佛教的 这个什么过路 塞瓦塞的那个亲世里面是有的 就是后来呢 就是荣誓班子达也是感到 不是那个阿迪侠尊在 感到非常稀有 就是他说是 这个荣誓班子达呢 是这个印度的 南木卡班子达的华生 就是他的这个转世 这样讲的 所以这个荣誓班子达 对我们这个 你们把他这个恩德和那个 就是加持也是非常这个大的 就是马彭仁波切的这个赞参的话呢 就是那就我们都不用说吧 就是马彭仁波切的很多论典当中 就是赞叹这个 这个荣誓班子达和五个光真子 除了这个以外呢 一般马彭仁波切的著作里面 就是赞叹 就是专门这个提出名字 就是来这样赞叹的 就是不是非常多的 所以在这里呢 我就是昨天这个 所讲的呢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一个是在这里面 就是二弟 就是二弟的话呢 就是这么说呢 就是这个 这个 就一体一反体啊 就是这个道理呢 就是应该是 明白的 就是这样的 前一段时间 那个我们讲那个大圆满信心 学习大书的时候呢 就是也有一部分 这个意思吧 就是 就是他这个五光真子呢 就是说是二弟呢 就是并不是从这个 牛角一样 这个 就是分开的 就是不是这个 牛角一样 分开的 而是呢 就是从那个 碎次里面 这个显现 这个岁月的 这个角度来 就是说呢 就是这个 这个岁月 这个显现的部分呢 就是称之为 是世俗的 然后这个岁月 就是不称立的 这个空性的部分呢 就是称之为 是这个 这个神移的 就是啊 这个岁月 就是岁月 它的本体 在这个 岁月里面 不现现的 这部分呢 就称之为是这个 呃 深一地 深一地 然后呢 就是在随辞里面 就是虽然这个 岁月呢 虽然现现 但是它的本体 不成呢 就是这个 无别的 因此呢 就是二弟可 称为是一体一反地 就是这是我们这个 大树里面 这个说讲的 呃 这个呢 我想是我们在座的人 都是肯定就是 有所这个理解吧 不是 我讲完了以后 你们把这些这个教言呢 就是一定都是 记住在自己的心里面 就是光是就是 今天都是也是这个 呃 好像那个 祖母管 或明天也是祖母管 一定看是看过 听是听过 已经看到这个 很多书啊 但是自己心里面呢 以恋的是没有记住的话呢 就是也是非常这个 可惜的 还有那个 呃 出席 这个出席 将冬 以前定解报道 有一个将义 就是这个出席将冬 他那个出席将冬的 呃 他的那个 呃 就是将义里面吧 就是应用了 这个无光存在的 这个生辰暴藏轮的 这个 呃 教言 就是生辰暴藏轮的 教言里面呢 就是呃 是这样讲的呢 就是说是那个 呃 从那个显现世俗分而言呢 就是可以叫做这个 人云 就人云自称啊 就是显现这个世俗分 我们这个现在 就是刚才所讲的 就生辰暴藏轮里面的 语言就是这样的 显现世俗而翻呢 呃 就可以称为是这个 人云自称 然后呢 呃 就是那个空性生义而分呢 就是叫做这个 本来清净 就是这个呃 从密法里面呢 就是这个显现世俗而分呢 就是人云自称 然后这个空性生义而分呢 就是从空性生义分的 角度吧 就是我刚才是不是说错 就是从那个显现世俗分的 角度 世俗分而言呢 就称之为是那个呃 这个人云自称 然后这个空性生义分而言呢 就是分来这个清净 但是呢呃 就是这两个是 本体是这个议题的 呃 就是在这两个呢 就是在这个世俗当中呢 就是是本体是这个呃 世俗当中呢 就是本体议题的 然后生义的当中呢 就是利益且细论的 就是这个 以本体的这种这个方式呢 也是是不存在的 呃 就是这样 这样的 还有那个呃 荣顺班之大呢 呃 就是在那个里面 就是这个如大成人当中 就是如大成人当中 也是这样这个说的 他说是这个 优法和发性呢 就是本来是这个 是一体的啊 就是优法和这个发性 就是优法和发性呢 优法是指的是现现 就是发性呢 就指的是这个空性 优法和发性呢 就是本来这个呃 是一体的 但是呢 就是从这个生义当中而言的话呢 就是利益且细论 就利益且细论 呃 就是 这就是这个 所谓的这个菩提心 就是他真理的这个菩提心呢 指的是万法的这个 本来实相 也就是说是万法的 这个呃 本来的这种 这个呃 提相吧 就是吃 本来的提相 到就是 这里呢 就是不是我们这个 显宗里面 颜菩提心 心菩提心 就是如大成人和 还有很多这个 呃 什么那个具报道里面 就是经常这个 成为的这个菩提心呢 就是这样这个认识的 因此呢 呃 就根据这个 权之中 从伴之大和这个无光正在的观点而言的话呢 就不光说 中而言之呢 呃 就是刚才那个 一提一本提的这种方式呢 就是 一般来说是这个 中观这个 自诩派的这个方式 也是比较这个相同的 就是 呃 这是有两种这个案例方法 就是一这个先公 先公的方式 这个案例和 还有那个 呃 就是这个呃 什么这个 实相和现象的这个方式来案例 就是有两种的 一般这个呃 现象和实相的方式来案例的话呢 就是呃 这个先公的方式来案例的话呢 一本提一翻提 就是这样是应该是合理的 这一点呢 就是那个五八糊糊的呃 就是 边别那个建宗派 就是这个呃 当中呢 就是有这个观说的 这里呢 就是不参说话呢 就是大家都是也应该知道 就是不管是观想自己的心 还是观这个万法 就是本体这个现象呢 就是他的本体 就是空性的 现象呢 就是空性的 刚才不是那个呃 我刚才在这个 生成保障论里面 所讲的一样的 就是现在我们这个 世俗的这些现象呢 就可以叫做人与之争 这是大圆门里面 就是所讲到的这个 人与之争 我们这个所现象的 这些光明现象呢 就全部是称为是人与之争 然后呢 就是从那个生意空性方面而言的话呢 那么这个 现在就是这些万法呢 就是应该是称为是本来清净 那么本来清净和人与之争 双云 也就是说是现象和空性双云呢 这就是真正的这个 无二境界 就是刚才那个荣书盘志导所讲的 这就是真正的了一菩提心 所谓的了一菩提心呢 就是这个现象和这个 呃 实现就是要同意 或者说是那个 优法和这个法性同意 现在我们所见到的 诸子之争呢 就是全部是看着他的这个优法 不是讲到他的这个法性 就是因为终生的迷乱现象 这么看得到就是 这些这个现象 就是现象的一些迷乱优法而已 实际上他的这个 利益切记论的发向事项呢 就是根本我们还没有这个感觉得到 还没有这个隶属得到 因此 一旦我们这个修行比较这个成功 或者是修行比较这个圆满的时候 发性和这个优法呢 就融入一体 这一边呢 就是作为一个每一个修行人来讲 是还是我们这个希求的这个 这个主要的这个目的吧 就是我们这个很想 我们如果真正这个优法和发性融入一体 然后分辨念和智慧呢 就是融入一体的话呢 就是不会这个现在那样 有时候遇到一定的这个困难的时候呢 就是然后眼泪的这个碎经年之后呢 一刻刻的已经这个掉在地上 然后掉在地上的时候 整个大地这个母亲都已经这个 就开始这个滋润了 然后就开始这个现化 就是不会有这样的这种这个结果 就是大家呢 就是应该在这个关心 就是关心的同时呢 就是这个心的本性是这个空性的 自信的过敏的 这一点显宗也在说 显宗只不过是没有这方面的这个修法 二一就是说是这样这个说的 通过理论来抉择 因此门文伦伯奇前面也是 这个显宗和民众之间的差别讲的时候呢 就是显宗是通过这个推理观察这个抉择的 然后民众呢 就是直接上市 依靠这个上市的窍诀 直接这个淋出他的这个本意 这方面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前面呢 就是将那个词尔 词尔初学者面前 实现能婆娑婆 和能婆欲娑婆 而是现现欲空性 尚未圆容未遗体 有早一日会成形 现空即时现现离 他这里呢 就是这样讲的 就是我们这个 就是对这个词尔吧 就是上面所讲到的这个 现现和空性 这两个道理 就是在初学者面前吧 就是我们这个 对中官稍微有一点认识 这里的初学者的话呢 就是对中官就是 有一点这个认识 但是呢 就是并没有这个通达 就是这样的这个初学者 不然你这个嘉欣 什么都这个发都没有学过 中官的一定道理都没有这个学过的话 这初学者都可能这个说不上了 但是一般这个对中官有一些了解的这个初学者面前的话呢 这个实现愣破缩破 像就是所谓的这个空性和这个现现呢 就是在我们这个凡夫人和初学者面前呢 就是好像这个空性和现现呢 就是一个是缩破 就是缩破是指的是这个现现 然后这个一个呢 就是愣破 就是愣破呢 就是智慧空性吧 我们凡夫人是这样认为的 这个所谓的柱子的现现呢 必须要破 不破的话呢 我们凡夫人就是一致 依靠这个柱子呢 就是会这个束缚在轮回当中 要破它的话呢 就是我要这个正悟空性 就是一定要这个用空性的智慧来把它破掉 就是他在凡夫人面前呢 好像这个所谓的空性呢 就是愣破 就像我们看这个木材的这个浮土一样的 然后这个缩破呢 就是指的是先在我们这个面前所见到的这些这个现现 就是这个凡夫人呢 就是把这个空性和现现 好像是以愣破和缩破的方式来这个现现 但是这个时候呢 而是现现与空性 尚未愿容为一体 就是因为这个你毕竟是这个初学者凡夫人吧 初学凡夫人的话呢 这个现现和空性呢 还没有这个融为一体 就是还没有融为一体 因此宗格巴达斯三处摇到人里面也是所讲的 就是什么时候这个现空这个现位呢 就是这个人呢 就是还没有这个 就是说什么大宗特别工的 还没有这个了解这个佛的这个名义 就是一旦呢 就是真的这个现和空性呢 就是融为一体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真正他已经了到了这个佛陀的名义 所以我们这个 我们就是达到什么样的这个境界呢 就是肯定这个自己是一个工人的话呢 就是自己会知道的 有时候呢 我们这个修行呢 就是也应该就是观察自己的相续 你这个现现和空性的是 还有这个论破硕破性 有些人的什么叫做论破硕破都还不知道 就是还认为自己是一个大工 什么这个大成就职啊 就是大这个 这个瑜伽士的话呢 真的有点这个不值的 就是因为佛法当中的境界呢 佛法当中虽然有不可思议的这些境界 但是你自己的相续当中一点也是没有得到 这样这个 这个胡说的话呢 就是对自己和他人都是无理的 就是因此呢 只要对自己和他人负责任的人来说 是一般来说 不会这样这个胡说 但是呢 也有很可能的 有些人是这样增上门 自己对这个文色的理解也很少 就是不知道在经人里面所讲到的这些境界是什么 就是稍微这个新浪安卓的时候的自己人为自己达成就的 有些呢 就是故意可能为了达到种种目的而这样宣说的 因此修行人呢 应该观察自己的相续 就是我们这个初学者呢 这个现现和空性就是不能这个双云 现现的时候不是国际 就像那天就是前面讲的一样的 就是我们这个现现的时候不能空性 不能空性 观空性的时候不能现现 所以他呢 就是以伦波和朔波的这个方式现现的 然而这个时候呢 就是还没有到达就是最究竟 就还没有真正的真无佛的这个描迹 就是佛的一些甘露 这个描迹的话呢 真正是有是有感受的 可是呢 我们这样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新型和没有这个静静的话呢 这种人是永远也是就是 就是平常不了 就是他的这个味道 如果我们有静静和新型的话呢 就经常的是观察 经常自为这个现过往而的双云的话呢 那么闲念见到发现是很困难的 但是我想是从理解方面的证悟呢 就是应该是就是每一个人都做得到的 而是现现与空性 三位愿容为一体 有造一日会诚信 现现即是空性利益 就是但是呢 就是终有一天呢 就是终有一天的话呢 你一定会是这个诚信不疑 就是什么呢 就是现现即是空性 空性即是即是现现现 这个道理的话呢就是会是个深信不疑的就是 这是永远这个理解上的话呢就是深信不疑的 然后你再继续这个闻思修行 继续进一步的这个这个研究 或者是自己这个修行的话呢 就是不单是一个诚信 就是而且呢就是对这个问题呢 就真正通达这个证悟 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机会 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也是 很多人是对总管这个闻思堕连 闻思堕连的话呢 现在呢就是虽然这个从真正通达的这个还没有的 但是从理解上面的话呢 就是坚信不疑的就是 不管是这个有成千上万个这个歪道的人呢 就是给你辩论就是说是先现不是空心的话呢 你这个深信不疑的 就坎布康华仁波切也讲了 就是说是那个最后呢 就是得到了这种这个深信不疑的境界的时候呢 谁也就是剁不了 就是这个也生起了一个 谁也这个无法这个强夺的这种这个定解就是 而这种呢 我看这个这样是稍微人一定聪明 不聪明的话 是中管的这些道理呢 就是不知道在讲什么 可能就是正天坐飞机而已 如果稍微聪明一点 再加上有一点对中管空心 有一点信心的人呢 就是自己通过这个专念 就是一定会是这一点这个深信不疑的 所以呢 就是暂时呢 就是你这个现现和空心 就是一致分开的时候 都是还没有通到这个佛的名义 就是还没有这个融入一体 一到一日呢 就是你会这个称行 现现即是空心 空即是现现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心情里面 就是坎布康华好像 定解报道的一个宗词里面 已经应用了三次吧 就是赛基是空空即是 就是这个道理呢 就是涵地的很多这个 什么这个高僧大德们将近的时候 也是金刚经里面的这个 什么这个 就是一切优惠法 那个如梦幻泡影呢 还有那个 这几个教证的话呢 就是哪一个书里面的都能 这个看得到 就是说一说 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道理呢 就是可能很多人的 真正就是不一定明白 如果依靠 就是定解报道的这种教义的话呢 所谓的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呢 就真正会明白 再加上是我们一顾不懂的话呢 有通过这个岁月 通过岁月呢 这个 这个 什么这个灯尘王金呢 经常用这个岁月来讲的 就是这些这个岁月的避避呢 就是 这个大圆满这个虚幻虚幻里面 也是这个讲得比较这个清楚的 因此呢 我想 就是通过这个岁月的避避来 就是知道是一切万法的现象 就是这是最好的一个避避 就是 因此 他这里呢 就是说这个 一旦呢 就是我们也会这个诚信 就是现即是空空即是性的 这个道理 实际上呢 就是这种道理呢 就是也并不是我们这个 才开始这个 我们这个认识的之后 就诸法的本性就变成这样的 以前不是这样的 并不是这样 实际上呢 就是以前就是 也是实际上 他的本体都是这样的 诸法本来既空心 次当现现未空心 现前空时既现现 现现 即 现实既空心 圣定皆 次当现现未空心 就是 意思就是说 诸法呢 就是本来就是 他的这个本体呢 就是实际上是这个空心的 然后我们这个 以前所见到的这些 这个一切现象呢 实际上是这个空心的 然后呢 就是 这个诸法的这个本体呢 就是空心的 我们这个 以前所见到的一切万法呢 就是也是实际上是这个空心的 这个现现的法呢 就是全部是这个空心的 然后我们 呃就是 通过就是以三知识的这个开导吧 就是自己这个静静修持 现见了这个空即是 现即是性的 这种这个 呃道理 然后呢 就是深切听见的话呢 这是我们在世间当中 非常这个难得的 啊就是 也就是说呢 呃就是所谓的这个缘起空心 什么叫做这个缘起空心 缘起空心呢 所谓的这个缘起空心 在现现当中的话呢 就是这些都是因缘具足 而这个会和这个现现的 你看那个岁月的话呢 就是有了这个岁次 然后呢 就是有了这个田月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岁次里面 就是会这个现现的原因 就是这个是这个现现当中的一种缘起 但是我们真正去观察的话 这个岁月的问题呢 一点也稍息也是不成立的 就是这一点是这个鲜量 可以这个建造的 那么对这个道理 就是深信不疑呢 就是说明对这个玩法呢 就是真是有一定的这个定解 就是真是有一定的这种定解 这个定解呢 就是由这个一地菩萨和佛的这种定解 还有我们这个凡夫人的 对中国的基本理解 就是这些呢 也可以称之为是定解 因此呢 他这里玩法的本情呢 就是空心的 那么这个空心呢 就是现现就是在这个世书凡夫人面前呢 就是这个空心的话呢 就是可以这个现现的 我们就是已经见到了 就是空的时候呢 就是不涉及他的这个现本 就是直接这个空 然后这个正在这个现现的时候呢 就是不涉及他的这个空一份 就是前面第一品的时候 也是 就是他那个现现的时候呢 就是也不这个涉及他的体相 就是前面第一品的时候 都已经这个讲了吧 就是因此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对这个玩法呢 一方面就是也不会就是 欺恨他的这个自主 一方面呢 就是在自己这个盛行不语 就是这是非常重要 就是生气要是会这样的 这个显现即是空心 空心即是显现的 显空双云的这个殊胜听见 此来今许与巧诀 一切生道之根本 闻死断除正业 也即是无妙之正简 那么这种道理啊 就是上面所讲的 这个显空双云的这些这个道理 那么显空双云的道理呢 实际上是 门风仲不清呢 并不是他老人家 他这个就是他很谦虚的一种言言呢 就是说是这并不是我的这个分别念遗造的 就是实际上呢 所有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第二传和第一传就是 廖义的这个经典当中这个所讲的 再加上呢 就是大方法王和密集金刚等就是 所有的廖义的这个续部当中这个观点 同时呢 就是尼玛法和这个格鲁巴等等 很多这个传承上师们的这个窍诀 就是也就是说呢 就是所有的这个经部和续部和上师们的这个窍诀 一切甚深道理的这个根本 就是因此我们要通到这个 显空双云的这基本的这种道理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是这个一切精血和一切上师们的这个 传承和窍诀的这个根本就非常这个这个道呢 就是非常深 就像我昨天这个所讲的 所以我们很多人呢 就是特别喜欢就是所谓的这个大圆满 但是你对这个大圆满 真正有一点这个难理解的话呢 就是通到大圆满就是不是这个很困难的 原来也不是说过吧 就是那个格蒙文博三次诺人 就是他都是说过 他说是这个如中论的话呢 就是如中论和中论呢 就是如果文思慎变 就是真正是通到这个中观的这个见解的话呢 就是会这个对大圆满 就是会通达的 就是前面这个孟范伦伯切也是刚这个前一篇里面 就是已经讲了 因此呢 就这个这种道理呢 就是非常这个甚深的啊 就是二弟这个双云的这个道呢 就是这个一切这个圣道的根本 文思短处正义 就是也就是说呢 就是通过这个 依靠这个文思修行的 就是这样的这个正道 相控双云的这个文思 这个文就首先在上师面前文 然后自己反反复复的这个思维 我看问呢 就是大家都已经问了 就这一点我没有什么意见 我们这个讲下来 完了以后呢 就是这些传承上师的这些教研俗呢 就是思维过 没有就是反反复复的思维 以后自己才能就是通达他的意义 比如说背诵的话呢 我觉得是很多现在这个前大圆满前行 能背诵的这些人的话呢 影响非常深 就是第一篇是什么 第二篇是什么 第一篇里面讲的什么道理 就是基本上是能这个 记得的 没有背诵的人呢 就是也许可能有些这个理解能力 就是稍微好一点 但是呢 别说有很大的这个利益 因此呢 这些这个经文 这个窍诀的这些这个内容啊 是一切这个深圣 这个前宗和密宗 这个深圣道的这个根本 就是它是一切这个深圣道的根本 因此我们呢 就是通过就是先这个听闻 然后呢 就是这个思考 思考以后呢 就是端除这个怀疑 就是端除怀疑的 就是最主要的这个一个意义 而且呢 就是它是一个 无有任何这个歧途和无有任何楚妙的这个证件 就是这种这个证件呢 我们应该知道 因为先空双云的这个道理的话呢 我们修子的话 是根本不会有任何这个歧途 所以呢 这是很关键的问题 塞加班哲他以前也说过 他说是我们这个修道的四分呢 最关键的问题呢 就是不能这个高座 如果你对关键的问题没有高座的话呢 中间你这个稍微有一点这个缺陷一些这个道理啊 或者是中间一定重复啊 当然就这些国华 国华呢 就是不会对修造一很大的阵 如果你这个大的原则已经错了的话呢 就是那就这个一切都完蛋了 这是塞加班哲他说的 我想是修行人也是事也是吧 就是不管是我们行为上之间上呢 就是最大的最关键的问题呢 就是不能这个高座 最大的这个方向呢 不能这个变 如果这个大的方向改变的话 是所以这个 就是全阻不了的 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呢 就是有时候这个说话有点说错了 我们这个有时候这个行为有点不如法 这些地方呢 就是可以这个纠正的 因此我们这个修行呢 也是这个按照塞加班哲大所讲的一样 最关键的问题呢 就是不能告诉 最关键我们不告诉的话呢 首先要一直上是 依靠这些这个禁述和论点 就是否则的话呢 我们这个 比如说我这个反复分辨念呢 就是天天给你们讲故事的话呢 就是不一定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有这个经论的依据 经论的依据的话呢 大家应该好好地问词啊 这个道理就是下面呢 就是这个 就是塞加班哲大也这样讲的 就是说一致上面所讲的 这个相公双云的道理呢 就是大家好好的这个问词 方仁波切也是通过问词来 断除这个正义的这个 正义就是他的这个意义 这就是这个 无有任何企图的 就是非常这个好的一个正道 就是所以我们 就是应该值得看书 下面就是 真无次要预神说 于主先贤 于主事述现贤 也见端处自相指 古里须不成赤敌 他这里是这样讲的 因为我们这个 说明就是二帝双云的这个道理吧 就是前文当中 已经这个所讲到的 这个现贤和空性 就是二帝双云的这个道理 如果我们就是 正乌了就是这个道理 正乌这个道理 就还不足够的 就是还要进一步的 这个射手 进一步的开始这个世修 世修以后的话呢 逐渐逐渐 最后呢 就是我们这个世修的 这个现贤 现贤法呢 本来有一定的贪执 就是象征 就是现贤我们 不管是这个颜色 这个形状 还有这个对人和这个法呢 就是人们就是 有一定的这种贪执 那么这样的这个贪执呢 就是逐渐逐渐会 这个断除的 就是并不是这个 一下子就开始这个断除了 逐渐逐渐呢 就是会断除的 通过那个对神仪的 这个这个认识的 这个加成吧 然后这个世修上面的 这些贪执呢 就是很这个容易 这个断除的 如果你这个证悟空性方面呢 就是没有一阵的证悟 没有一定的认识的话呢 暂时你的这个烦恼呢 就是也许就像是 我们这个如今一样的 就是愣压制 但压制一会儿呢 就还不能出格的 然后你到那个大城市啊 或者是你遇到一个 这个你期望的这个对境的时候呢 你的这个烦恼呢 就是马上会这个生起来 但是我们从它的本质上的 这个理解 比如说一切玩法呢 就是像是岁月一样的 就是空性 空性证悟的时候呢 就是你这个 就是对着它的这个 就是说是现象的 这些贪执和相的这个制作啊 就相的制作呢 就是越来越这个容易 这个断除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个 你们把的这个 就是虚部啊 虚部呢 就是从这个 外虚部有分三个 内虚部呢 有分三个 这些这个一个一个 不同的这个案例 是从什么角度来案例的呢 下面也有这个叙说的 就是并不是光是从世俗方面来 这个分的 也并不是光是从那个 生意方面来分的 应该是这个 二弟双云的这个 二弟双云的意义上来 就是分的 这一点一定要清楚 不然有些这个宗派的话呢 就是二弟的这种 这个前面也不是讲的吧 就是他说是这个 虚部的高低呢 就是通过这个 这个因为这个 世俗的人事方面来 这个分的 就是这种说法 是完全不合理的 如果世俗的 这个人事方面的分的话呢 那么这个 对生意的空性方面 就是一点关系都是没有的 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话 是光是在我们这个 跟这个 这个世俗方面的一种分别 这样的话 是跟外道一排 没有什么这个策略 下面也有这个 啊 广说的 因此呢 就是虽然这个分类呢 就是非常非常多的 但是呢 我看如意宝藏里面里面 当不内力是达了新的 当不内力是达了新的 就特别南章新的 忙了呀 然后内力对面 也们都不 嗯 嗯 呃 呃 忘了那个 如意宝藏里面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 你们记下来的话 是也可以 我把那个 显同 显同事相记 也重要 就是首先呢 就是通道事相是非常重要 就是显同事相记重要 呃 就首先我们要通到 这个万法的这种 这个事相 就是这是非常重要 随有众多称分类 就是虽然有很多 这个呃 这个称 就是大称小称的 这个分类吧 就是随有众多称分类 嗯 嗯 然后那个 经义二弟 无分别 就是经义二弟 就究竟的这个 进化的意义吧 就是经义二弟 就是神义弟和世主弟 无分别 就是经义二弟 无分别 诸佛秘密之仓库 就是诸佛 诸佛菩萨的这个秘密的这个仓库 就是诸佛秘密之仓库 他的意思呢 我觉得是这个 呃 跟这里面的这个意思 是非常这个结合的 就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作为修行人的话 这是那个五光尊 在如意宝藏的里面 就是所讲的 就是呃 我这个以前呢 就是觉得这个教证特别好 就是我们 每个人呢 应该通到这样的道理 才多么好 就是有这样很羡慕的 呃 意思就是说 首先呢 我们应该通到这个 诗相的这个诗相 就是这是非常重要 就是一切万法 我刚才所讲的一样 就是通到这个诗相 不管是明眼当中的诗相 身影当中的诗相 这个一定要这个通到 然后 虽然这个释迦牟尼佛和这个诸佛菩萨呢 就是分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大臣 很孝称 然后这个乌尔臣当当 就是称的这个类别是非常多的 但是呢 呃 中而言之 就是所有的这个究竟 这个进化意义呢 就是要二底无比 就是深一地和四处这个无比 二底无比 深一地和四处无比呢 实际上是诸佛菩萨的这个 最秘密的这个宝藏 啊 就是比如说一个国王呢 就是他有这个最珍贵的东西 就是藏在一个仓库里面 就是然后就是报名起来的话呢 就是这是这个对他们国家来说 是非常珍贵的 那么诸佛菩萨呢 就是最珍贵的暴藏是什么呢 就是二底无比 就是深一地和四处底无比 就是我们这个这一点 谁动达的话呢 就是谁得到了这个 诸佛菩萨的报名的这个暴藏 就是报名的暴藏 所以如果对这个看不起啊 二地双印呢 就无所谓的话呢 那他对这个诸佛菩萨的 真正智慧的暴藏呢 就是可能致之不利了 就是所以呢 在他的这个相信佛法 已经这个脱离了 因此我们想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 应该就是通过自己的 这个新型的钥子了 应该获得了这个 诸佛菩萨的这个暴藏 就是打开这个仓库 打开这个仓库的话呢 你可以这个 可以这个分享很多的 这种这个珍宝 就是这是非常这个难得的 因此呢 这这里面的这个意思也是 意思就是说是我们这个 前面所讲到的 这个相控双云的意义呢 就是越来越加深的 对你这个世俗的这种 贪念和相得之中呢 越来越这个逐渐见得 这时候呢 就是你对这个 生意的空性的这个认识呢 也这个深度就已经这个提高了 就是他的这个深度提高 这样的这个原因呢 就因为这个现象和空性 从两个方面呢 我们这个黎王八的这个 密宗的这些称的赤底呢 就是也是这样来分的 并不是光是以现象来分的 也并不是以空性来分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也觉得是这样这个很好 比如说这个 就是我们这个 心部和那个 什么这个 世部和心部之间的差别 也是主要是 他对这个深意空性的认识 深意空性方面呢 就是奔赞和这个 自己是无而无别的 但是呢 你还没有这样认识的时候呢 就是你把这个奔赞呢 当作文苏菩萨呢 就是当作外面的一个人那样呢 我们有些人也是 像这特别特别 就是严重的人 啊文苏菩萨 就是拿这个现象 外面就是见到一件东西的时候呢 就是特别特别执着 就是这就是一般的一种 这个心虚部的一种 这个说法一样 最后呢 就是释迦牟尼佛也是 所谓是自己的这个 就是本体 就是这方面 就是身心不疑的时候呢 你已经达到了 这个最高的密层的境界 但是这个呢 就是需要这个神意的见解 也需要这个世俗的见解 神意的这个空性的见解 没有的话呢 就是你也这个办不到的 世俗当中的这个 清净的这种见解 没有的话呢 也是办不到的 因此呢 为什么大黄黄当中 是这个灯尽无耳 就是灯是值得的